嗚~~很厲害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艾仲花燕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苗栗銅鑼 我們來看看杭菊 那我們平常看到的杭菊呢 通常是比較小朵的 然後這個好像是今年比較新的品種 它叫做黃菊 它的菊花是比較大朵的 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看到它這個菊花是高榮種植的 它就是把一個土堆 堆起來之後來種植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這個網線 那平常我在看我節目 大概都知道這個網線是幹嘛的 就是像這種菊科 或者是一些靜比較長的 像是羊結梗 像是羊結梗那樣的植物 它的植株的晶會長很長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支持它的話 它很容易就倒伏了 然後這樣花就碰到土 就會沒有它的商業價值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菊花 這個菊花它蠻大朵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幾乎全部都是它的蛇狀花 它的管狀花幾乎完全的退化掉了 它這樣整片的很漂亮 這個叫做黃菊 比較新的品種 這裡有顆白色的 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白色的品種 它初開的時候是 有一點點淡黃色 然後完全展開就是白色 這個也是蠻漂亮的 好我們看一下細部的樣子 其實跟黃色的其實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花色不太一樣而已 我前面看看 阿姨好 我們這個要 要躲手就可以採了 花心都還很大對不對 就不能採 你說中間這裡還很大就不能採 對 所以要稍微開了一點之後再採 比如說 阿姨可以採一個給我看嗎 可以採的 好 好漂亮 哦 很漂亮耶 好 但是阿姨跟我說 這個花心呢 要有一點打開了之後 打開之後就比較可以採 如果中間還是包著 像這個 都還是包著的 就不太適合採 那是因為這樣子 它的花量比較多是不是 對 哦 好 阿姨謝謝你 他採好說長這樣超可愛的 剛剛採的這個菊花 就會一片片的放在這裡 而且這邊 它這邊放這樣一層一層的 然後等一下應該就會放進去低溫烘乾 然後烘乾之後就可以拿來做乾燥的部分 那乾燥就可以拿來做泡茶 很不錯 它這邊種了一個很特別的田青作物 是豆柯的 它叫做太陽碼 看一下進來裡面 很漂亮耶 這個 太陽碼在我們中南部比較少見 我們中南部通常會種那個 大花波斯菊 或者是田青當作田青作物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花 你看 很明顯的豆柯的花的特色 蝶種花 它有很明顯的龍骨瓣在上面 然後還有下面的棋瓣這樣 它上面的棋瓣跟下面的龍骨瓣 很明顯的豆柯的植物 然後它會有果夾 我們找看有沒有果夾 果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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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果夾 好 那為什麼我們田青作物 常常都要種這種豆柯呢 因為豆柯呢 它有固蛋的功能 它的根部有根流菌 它可以把空氣中的蛋給固定下來 變成這個蛋肥 可以供下一季的植物使用 所以我們看到 絕大部分的這個田青作物呢 都是會以豆柯為主 為主的 比如說像是紫芸櫻 紫芸櫻啊 菊花鐵 你看這個菊花就是很圓很圓的 很可愛 就是我買的這個啦 我買的這個是白色的 白色的菊花 白色在後面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菊花說實在是還蠻貴的 以單價來講蠻貴的 一瓶大概要250 但是 因為它這個是要一朵一朵栽 所以人工很貴 然後栽完之後還要去乾燥 所以它有這個價錢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可以看一下這個菊花真的超可愛 那我們就帶大家逛一下吧 這裡有一顆粉紅色的 這裡有一顆粉紅色的 你看 這很常見哦 因為菊花它是非常屬於一種 很容易很容易牙辨的植物 所以它可能本來就有這些 顏色的存在 對 你看這個粉紫色的很漂亮 哦 這一坨好美哦 要不要拍一下這一坨 欸這黃色真的好飽滿的黃色哦 好美 這個我不知道攝影機拍出來的狀況怎麼樣 但是很漂亮 好 那我們跟大家講一下一些小知識好了 像菊花呢 它是屬於對光非常敏感的植物 也就是說呢 它是所謂的短日照植物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是秋天嘛 現在是11月中 秋天的時候還是它開花的季節 它的黑暗期要長於某一段時間 它才會開花 所以現在是秋冬天 就是菊花盛開的時間 那你可能就會問說 欸那為什麼我春天也買得到菊花 夏天也買得到菊花 那是因為我們在 專業種植的時候 我們用光照 然後騙菊花說 現在其實還是夏天 那你不要開花 那等到我們需要它開花的時候 我們再把燈關掉 那那個黑暗期夠長了 它就會開花了 也就是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春天跟夏天 也可以看到菊花開花的原因 好 來大家繼續走一下 開滿了真的很漂亮 好了那就是以上 跟各位分享這個 銅鑼的航局祭 非常推薦大家來看一下 航局真的是蠻可愛的 而且大片的拍起來 非常的漂亮 樹大片是美嘛 好 我是來中華藝人 我們每個禮拜六呢 會推出一支影片 跟各位分享一些 植物的小知識 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那已經訂閱的朋友 記得開啟這個小鈴鐺 我有新的影片 才會推送到你面前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